我之前跟那個鬼哥 最後一次出來旅遊就在這裡 跟他最後一次的對話是 我去蘭嶼玩的時候 他就說下次帶我去 因為他太臨死了 他沒辦法跟我去 結果第三天他就離開了 人生真的無常 KID在上傳了各位 挑戰從花蓮華獨木之後 到日本石原島 在經過龜山島時 想起和志友小鬼的那趟旅程 我之前跟那個鬼哥 最後一次出來旅遊 就是來這裡 我跟你講 我們那時候晚上的時候 先開一台帆船 然後到那個地方去 那天就是完全 0.1米的浪都沒有 都沒有 就平的這樣 然後我們就睡在那邊 真的假的 我們就睡在那個 就是道旁邊 然後後來睡起來 早上4點多 看日出 然後就直接在牛奶湖那邊玩水 對 就是 滿有回憶的 然後我們那天真的好開心 真的 就是什麼都對了 對啊 然後我們就訂那天為 世界喜歡日 對 就是我們... 世界喜歡日 對,我們認為世界最喜歡的一天 這樣子 就在六月 六月啊 也其實快到了 也是我們出發的日子 對 其實也是這樣 那你記得 如果你不想講沒關係 但是先問就是說 那你還記得 你對鬼哥說的最後一句話 你還記得嗎 跟他最後一次的對話是 就是我那時候人 就是剛好跟他拍完玩很大 然後我隔天馬上要去蘭嶼玩 對 然後我去蘭嶼玩的時候 他就說 他就說 下次帶我去 因為他太臨時了 他沒辦法跟我去 所以他就跟我說 你下次帶我 我說好 結果我就去蘭嶼的地... 我要去五天 第三天他就離開了 因為我記得我最後一句話 其實還滿簡單的 就明天見 你說你跟你那個朋友 對 明天見 這句話 明天見 然後就... 就不知道 他今天怎麼沒進來上課 我懂 我懂